大家好,我是查克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刚刚结束的2022女足欧洲杯的决赛 决赛当中呢,英格兰是在加日时代当中 2比1战胜了八冠王德国队 首次夺得了欧洲杯冠军 同时这也是英格兰足球历史上的第一个欧洲杯冠军 这个第一是包括了男足和女足 而昨天这场决赛的质量和水平呢 也可以看作是明年2023 澳大利亚新西兰合伴的女足世界杯 至少是半决赛水平的这样的一场较量 一直一来我都觉得足球运动和女足运动 是完全两种不一样的运动 但是这样的说法有一点点刻板印象了 女足的发展尤其是欧洲女足在近几年的发展 是越来越趋近于男子足球 从今天凌晨的比赛可以看出来 整场比赛的强度 整场比赛球员的执行能力 与十几年前的女足对比 是上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台阶 而正是由于欧洲女足在她非常健全的 原有的男子足球的体系下 有了资源和资本的倾斜和注入 欧洲女足的进步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而且与其他地区的女足运动的差距 拉开的是越来越大了 明年的2023女足世界杯当中亚洲球队包括我们中国队 我觉得我们的目标定在16强或者是8强 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一个预期 当然本届女足欧洲杯除了这场决赛非常好看的 也有几场比赛是非常的经典的 半决赛英格女足4比0淘汰了世界排名第三的瑞典队 决赛当中又是在加持赛2比1战胜了本项赛事的霸主德国队 此前德国队8次进决赛8次拿冠军 当然了这也跟德国队的当家射手Paul 在赛前热身的时候突然受伤 不能参加本场比赛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这并不影响英格兰队创造历史 今天人生的比赛可以说Football is home 足球真的回家了 如果有小伙伴对本届欧洲杯的女足的其他比赛感兴趣的话 您可以去网上搜索相应的资源下载 或者是下载BBC iPlayer 在BBC iPlayer当中有本届欧洲杯所有赛事的回放 而且这些所有的内容都是免费的 当然了就有一个小小的前提 就是您的网络环境应该是在英国 BBC作为英国的转播商 他们关于本届欧洲杯的报道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深度 非常非常的专业 除了请到了阿斯纳女足的民宿Alex Scott之外 还有阿斯纳男足历史上的一位民宿伊恩赖特 以及阿斯纳女足现任的主教练 来作为本届赛事的一个嘉宾 那么他们关于比赛的一些分析 都在赛前的这个访问当中 因此呢我是非常推荐 如果对女足运动比较感兴趣的 小伙伴看一看Alex Scott 关于这个女足未来的一个小小的纪录片 其中阿斯纳女足的创始人也是教父 就是阿斯纳足俱乐部当中的球衣管理员Vick Axe 而那时候的女足队员并没有职业的合同 他们能拿到的薪水仅仅是每周50磅 后来涨到了每周100磅的兼职洗衣工的薪水 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呢 阿斯纳女足在2000年之后是统治了 英格兰女足的国内赛事 再给大家补充一个小小的冷知识 英格兰女足的超级联赛 从2018赛季开始 才转为了真正的职业联赛 从那个时候开始 效率于英格兰足球俱乐部的女足球员 才正式拿到了职业球员的合同 最后呢还是再补充一个冷门的小知识吧 大家知道在前一天 举行了英格兰的社区盾的比赛 也就是上赛季的联赛冠军曼城对杯赛冠军六普 其实社区盾杯的比赛 是固定在温布利球场来举行的 但是由于温布利在周日要举行 女足欧洲杯的决赛 因此周六的那场社区盾比赛 就遗失到了莱斯特城的王权球场来举行 另外昨天那场在温布利球场举行的 女足欧洲杯的决赛 也创造了一个欧洲杯决赛 在历史上的最高的上赛记录 包括了欧洲杯的男足比赛和女足比赛 大家可能有一个疑问 去年男足欧洲杯的决赛 也是在温布利球场来举行的 英蓝队对意大利队 为什么那场比赛 上赛里没有创造这样的一个记录呢 是由于当时的防疫政策 只允许75%的球迷入场来观赛 而今天凌晨这场欧洲杯女足决赛的上座人数 创造了新的历史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视频 感情的收看 我是查克 再见 视频结尾还有一个小彩蛋 昨天凌晨在比赛结束之后呢 我们去到Google上搜索EUROCUP 或者是女足欧洲杯 或者是欧洲杯的时候 它会显示刚刚结束的比赛结果 英格兰队2比1战胜了 德国队同时它也会放烟花 然后还放出了一个英格兰的国旗的图案